欢迎大家收看视频,我是Thomas 看看美西方是用什么标准来看衰中国 最近俄罗斯比较狼狈 很多消息不利于俄罗斯 似乎他们受到经济制裁之外 他们本土也受到沃南无运机的袭击 所以近期看到在西方舆论里 他们比较强势开始目中无人 最近多家欧洲媒体遗文批评中国 指中国一直的实力被高估 西方依然超过中国很多 用一个标准就足够了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稍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先说个关子 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 德国的《世界报》最近的文章说 为什么中国被高估 因为过往很多的评论 就认为中国是很成功的 各方面都很成功 但是其实实质上 没有那么强大的 也都说到德国人不用担心 这些跟中国疏远关系 甚至有些做到跟中国有些 不是很合谈的事都不需要害怕 因为中国并不是非常非常强大 很多事情其实是吹嘘了而已 不过我就看回这些资料 中国怎么会被吹嘘呢? 中国是一个事实 中国是全世界的最大工业制造国 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 农业的国家都不如 甚至是贫毛的国家 没有什么生产 但是现在到现在 70多年的发展 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 中小的工业的类别 中国都齐全 找不找到一个这样的国家 没有 还有中国2010年 就已经取代了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 当然了 是不是中国特别劲呢? 并不是 其实美国是因为它升级 它就已经不再做一个 制造产业的社会了 它是要追求金融服务 所以它也是开始 将它们的工业慢慢全球化 所以一方面 中国又承贴了工业制造发展 美国也是慢慢升级到金融的工业 所以你觉得 美国是不是弱过中国 这个很难比较 中国现在是工业强国 但是美国就放弃了 原本工业强国的地位 追求了所谓金融的资产 所以美国是第一个金融资产国家 中国是工业制造强国 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就是中国因为有实体经济 所以我们就比较踏实 不过《世界报》也提出了这个要点 就是说 德国虽然都是工业强国 但是跟中国比较差很远 这方面问得对 是不是? 德国向来来说 在中国还没有挖起之前 作为美国之后的工业强国 它的汽车 它们的精密科技 都相当先进 尤其是机械 不过除了他们的军工受到禁止之外 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不过大家要看看 现在德国就觉得自己 都相当有型 刚才说到 这位就是俄罗斯的外交法人 扎哈罗娃 他最近频繁有些很苦气的说话 怎么说呢? 因为他发觉压力都相当大 但是德国就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 在这个漫画 就反映到俄罗战士 和对中国的影响 在经济学人的漫画 就说到这两个中俄 现在开始都没有什么抵气 但是反而德国有抵气 为什么呢? 俄斯的能源禁止出口 就是限制了德国的供应 不过德国的经济去年都增长了2% 今年第一季甚至乎达到同比的6% 不过就是扣除了通胀因素 一季的增长大概是0.2% 就是实质增长了0.2% 就是减少通胀 因为它通胀很厉害 通胀高 你自然推高你的GDP 就是利物价上升 对于德国这么大型的经济体来说 他觉得现在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 都是有相当之不错 就是说德国就相当之有型 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了 你想想你怎么承受呢? 其他国家 用这么高的原油代价 去运行你国家的经济和生活 也不简单 如果是中国也行的话 你觉得2010年已经成为工业最大国的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加行呢? 对不对? 但文章也提到 中国除了它的经济店之外 或者工业店之外 高原科技都很厉害 例如生产量子电脑 建造派空站 中国也有一部分是很强的 可能是世界的未来 不过就是有一个标准 它马上提出 都挺这个所谓老根的急转弯 就是说你很多东西指标得很强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呢 以人均收入来说 人均就是GDP GDP现在是世界第二 但问题是我们中国14亿人 美国只有3亿多人 所以人均输了 如果再算人均和德国比较更加输 德国只有8千多万人口 所以如果用人均输了 还有量子科技各方面的技术很强 很多专利是世界第一 如果你用14亿人一脱 又是人均输了 少得可怜 相当之微不足道 但如果你用人均去除 8千3百万人口的德国 德国的专利 虽然是数量 远远就被中国抛来答问题 一计人均 他又赢了 这个就是老根的急转弯 一转弯 我们有什么这么差呢 我们很强 还是非常之强 还有一样东西 他说还有一样东西 除了是用人均可以 将你中国比较之外 比西方的东西 中国是做不到的 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 这就是老生常讨 专制国家 他说原来民主树油 才可以促进科技创新 有民主的科技 就越来越进步 你真是开玩笑 我说过 不是我说了 我用回德国之星的说话 就是那个报道 他们都挺惨情 今年4月 德国记者 就去北京街头 询问这些市民 为什么呢 德国汽车在中国卖不动 以前通埋都是外国车 尤其是德国福士 就是所谓的大众 大众汽车就占了很高比例 每个人都以驾大众 为这个追求的目标 那么外国车一定比各家车 不过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于是乎 就发觉现在德国车 在北京卖不去 尤其是大城市 不单是北京 于是乎在北京访问市民 他们的答案 就给德国的车企 就是所谓的 就是当时为之 怎么说呢 非常之失望 在德国之星的访问 他登出来 不知是想激励一下 德国车企的士气 于是他很不愿意地说 他问到北京市民 随机抽一问 电动汽车 国产有什么好 因为国产车有很多量点 有很多创新的设备 但是德国福斯汽车 没有什么量点 就是还是死固固 简单说 甚至说 有北京市民认识 德国的燃油车 真的不错 不过德国燃油车 将会被图态的一个产业 他也很想买德国电动车 不过 这个德国电动车 好像不太行 就是他的品牌 各样品牌 是很好的 打算他在电动车里面 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谁知道 如果比较 一比较之下 就非常伤害 发现原来 德国的汽车 就是电动车 尤其是新的产业 他们真的没有什么进步 就是创新 你听说 人民主自由的国家 才是最先进的 德国和特斯拉 但是为什么被中国追上来 两个都是民主国家 这些是想不想通 还有福士 福士还输给特斯拉 所以说 德国的燃油车 就是德国的半世纪之前 是有一个优势 现在呢 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怎么用民主自由 你去到说 中国是 创新是 不能够持续呢 甚至 你说中国的创新是 抄夹呢 你说的真是好笑 另一位市民 如果说 不觉得 德国品牌电动车 有超越的气防 之后 你根本 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个是用故事 我说的 我又不喜欢用这些数字 有些时间关系 不跟你去列ABCD 跟你说这些数字数据 就是用这些故事 你就可以简单去看到 用这些故事 不是我说的 这些故事是他们德国 我也在说的 可以反映到 德国有多创新 他们的民主自由 有多先进 能够令到你自己 整个汽车产业都会失落的话 这个很严重 因为德国如果没有了汽车产业的话 他还剩下什么呢 他不创新的汽车产业 他还有什么前途呢 所以说 他非不为意 是实在是没有能力 是没有能力做得到 所以也都是側面 发觉原来 中国的创新 或者你说一下 他的优势 也不是这个容易 这个意识形态 什么叫民主自由去到分野 如果说这个话 就比较浅见 不过西方的时间 就是用很多这个说话 就去说 譬如我们一打一路 其实都是没有作用的 这些就是不要说了 首先说一下中国的技术 中国的汽车 不单止是 产量 甚至是销售 是第一 还有一件事 中国做了很多 很长远的部署 例如电池 你不能够不服 就是说 中国的电池 和这个技术 都是材料 各方面都已经拥有了他们的优势 那么那个优势 就是现在 虽然是全西方都打算追上来 包括日本、韩国 但是暂时 都是要倚压着中国制造的电池 包括德国汽车 那么这个问题 除了是中国的电池之外 因为尤其是电动汽车 也是智能汽车的另一个製造 就是说现在这些汽车 就不是跟这个燃料汽车那样 只是机械 它是电子化的 甚至是数字化 就是数字化 那么中国不单止 建造汽车电池简单 甚至在汽车的数字系统 就是数字系统 各方面的建设 都是很强的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华为 华为不做汽车 但是做汽车系统 还有很多中国的汽车系统 都很先进 但是福士的汽车 都根据德国之声说 就是打打比柴 怎么打比柴呢 它经常就是 它的数字 就是它做车是如何 做汽车是做机械 它做数字化 比如电脑屏车 比如电动汽车 你开过都知道 很多东西都需要很电子化 很像电脑一样 但是经常都有问题 根据德国之声 访问北京的用家 就是在北京做了一个访问 很多人说 德国品牌的电动汽车 都会毋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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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的屏幕会刻铺 突然间会重新重新开始 总之就不是很可靠 如果德国之声这个报道是真的 我就不觉得德国之声会做一些假新闻 民主自由如何去提升德国的汽车呢 究竟是因为德国其实不够民主自由 所以汽车这么落口 还是因为中国其实原来很民主自由呢 这个真的很难答 你再说这个专利也好 或者是人均收入也好 就是经济GDP的总量也好 其实我们可以转转的看法 就是以8300万的德国人平均计算 德国真的赢了 人均也相当高 甚至以这个专利实力比较来说 都很厉害 德国你想想 8000多万人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 真是不得了 你想想它差不多 我们是大湾区那么多人 你想想可以做到这样 但是其实很值得 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值得学习 不过就是 现在不只是跟你说人均 你先知2021年 中国公布他们的全国技术人才有多少 给一个订劳大家 德国有8300万人口 中国的工程师 或者是那些技术人才 总之归纳了 可以做技术的工人 2亿 这就是中国可以打压到 他们所谓打压 就是用举国之力打压他们 就不是民主自由 就是那个量 实力已经是把你压低 因为很简单 我不是跟你说人均 是吧 我有2亿多个技术人才 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很快的发展 我们同一时间可以做10样东西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 你最聪明了 最聪明是你 但是你只有这么多人 你可以次来做多少东西 所以这个是 不需要讲人均 来讲 这些好像是遮丑部 等于我记得周时 香港有些 卖不去的文艺片 卖不去的电视纪录片 他们就不认输 他们就拿些什么小圈子 什么什么最佳艺术奖 什么什么最佳成就奖 就去遮丑 那将那些票房破纪录 又有口碑 给一些猛片给他 这些是商业片 虽然没有什么人看 但是我们很清高 我们很多的指标 我们很盛 多余 拜托 西方不要再拿这些人均 来做遮丑部 当然 如果中国的人均 追到西方 就很不得了 已经去到星球 已经去到火箭的差距 为什么呢 讲个常识给大家知道 这是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说给我们的 中国人均是不需要 说泰国 一定是什么时候追上 美国西方 不需要的 到了2049年 对时 在中国的人均GDP 将会只达到美国的一半 是一个最乐观的 或者只达到一半 有段时间也搞不掉 但是他告诉你 如果中国人均GDP 是美国的一半 我们的总量等于美国的两倍 于是我们不能追 不是算人均的 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世界就会走出百年 未有大变局这个格局 说多一点点 到时 起码我们有五六个兵制的城市 就是大的城市 比如说 上海 广东 这些产品 富庶的产品 可能有五六个产品 他们的人均GDP 已经追到 美西方的平手 已经足够了 后面那些 西北 或者其他地区 不是沿岸城市 那些 他们可能还欠欧元 可能还欠欧元 但是这个有空间 可以再追上来 就是说我们 只要有六七个省 六七个大的 经济的区域 GDP能够去到 和美西方相弱的话 就已经赢了 所以说 不要再拿回 人均就输了 你继续保持西方的感觉良好 但是同一时间 很不理性地去看虽然中国 或者是乐外文明 这些 这幅画法真的需要改 我一再看不过眼 香港就没有这些氛围 事实现在你不说 西方很多的 抹黑中国 唱水中国 不是因为他们这么说 激怒我 而是说 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的国民教育 为什么不做 你问学生 知道这些 我们的人均GDP 或者这些比较 他们知道吗 老师知道吗 这个真的很想问 好 不要多说点 下次再见 今天时间再见 拜拜